于大人到 宣他进来 宣于成龙进监 陈于成龙叩见皇上 于大人 快快请起 谢皇上 十几年来 一直有人在镇的耳边提起你 于成龙 于青菜 在你来之前啊 这还一直在想 这个于青菜该长成什么样子 今日一见 于青菜就该长你这个样子 朕听陈廷靖说 你今年以六十有五了 臣本草牢下世 皇上竟然记得为臣的岁数 于爱卿 你获过三次卓议 你乃今世天下 清官第一 难能可贵啊 而且 你足足大了朕三十七岁 朕怎能不记得 谢皇上 来 随朕过来 来 来 于爱卿 快快请坐 谢皇上 你们先出去吧 朕和于大人好好聊一聊 是 朕听说 你在湖北 广州时 坚持剿府并用之策 竟将一个反复无常的匪首 成功的给招府了过来 回禀皇上 为臣只是遵循了皇上 剿府相继之策才得以成功 为臣并没有其他能耐 朕还听说 你曾单济独闯东山匪朝 没想到这些贼匪也归顺了朝廷 回皇上 却有此事 于成龙啊 你胆子可是真大呀 你果然是于胆大呀 你胆子竟然大到 打着康秦王的旗号 假扮了一万清兵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黄州城给解威了 来 快跟人说说 你是怎么制服他们的 拜禀皇上 为臣只是仰仗了皇上的威德 那些乱贼就顺服了 为臣并没有其他本事 要是我朝 能多有几个于成龙 于青菜 于胆大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爱卿啊 能有你这样的都府 实乃是朕的福气 也是我大清的福气啊 我一生惭愧 爱卿啊 你不必自签 朕今日见到你 十分高兴 所以特别想与你多聊一聊 今日啊 朕不准你军邻礼节 你就把这南书房 当成自己的家 快坐 谢皇上 这次你在直立 查办了马上好汉一案 惩治了一批贪官无力 你给朕除去了一块心病啊 这件事情你办得漂亮 啊 朕知道 这次直立查办贪腐案 你秉公执法 连自己的小舅子都依法查办了 朕听了之后 甚为感动啊 皇上 天下之福 莫大于无欲 天下之祸 莫大于不知足 新家粮所做 虽错在自身 但究其根本 错在围臣叫化不利 未能让其 节制贪欲 令其心臟正道 历览前嫌 国与家 诚由秦俭 败由舍 秦俭 看似小事 却关系到一个人 来自一个国家的命运 人无俭不利 家无俭不忘 社稷无俭必败 而国家无俭 则必亡啊 于青菜 这个名字写得好啊 朕知道 这个雅后一直从广西 叫到了直立 从一个七品县令 叫到了二品巡抚 官居二品 女于成龙 还叫于青菜 朕感触很深啊 皇上 司马光有一句话说得好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 五星独以 紧肃为美 微臣出身贫寒 深知百姓极苦 微臣不敢 贪图奢靡 更不肯 知百姓不顾 在上不骄 高而不威 智节锦度 慢而不易 高而不威 所以长守贵也 慢而不易 所以长守负也 负贵不离其身 而后才能保其社稷 而何其名人呢 臣谨记皇上教会 哎 哎 青啊 朕说过了 今日不准军力理解 快坐 爱青啊 苏水晋文里说得好话 三代之星 无不易损情欲 三季之衰 无不四其奢命 夏商周三代 之所以能够兴盛 正是由于 商汤周五这些 开国的明军 他们懂得 抑制自己的欲望 懂得 以苦为师之道 魏征 曾向太宗敬言说 尚之所好 相必有甚 敬为无懈 随之灭亡 唐太宗深知此道理 他在位的时候特别提倡 节俭之道 他曾想要建造宫殿 但是看到那些古代亡国之君的教训 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节俭乃治国之本 奢侈乃亡国之音 爱情啊 你说得好啊 朕对照先贤 简身醒心 惩恐不及 朕不敢与大雨 文王等帝君相比 但朕 兢兢业业 心存节俭 为的就是 合乎天道 爱惜民生啊 皇上以身作则 功勤勤警 并告诫天下百官谨记 兼可养联 联毙勤政 正同人和 乃民心所向之理 微臣亲临教诲 莫持难忘 与大人快快请起 爱情啊 你乃是朕的知己啊 快坐 谢皇上 原行 朕听陈廷静说 说你们的先生 山西永明书院的山长 行祭堂行老先生 已年于九十 却还耳目聪颖 精神绝朔 依然在为学生们授课 回皇上 微臣的先生 的确是日日授课不错 爱情啊 这还有一件事情 想和你商量上来 请皇上明示 这些年 朕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读一读 秦老先生那部 论语别叙 但不知 皇上 先生的轮语别叙 微臣随身带来了 爱情啊 代朕谢 请老先生 皇上 无需言信 不 一定要信 你还要告诉他 轮语别叙 使朕 获益肥浅 为臣尊致 紫月 唯正已得 辟如北臣 拘其锁 而众心拱之 紫月 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约 思无邪 紫月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敏勉 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由耻且格 紫月 恃其所以 观其所由 查其所安